那邊有洗手液 就是乾手液 然後有充電器 禦寒衣物 照明燈 行動電源 土耳其臺商 沈瑞比打包行李 準備從伊斯坦堡飛往阿達娜 加入臺灣搜救隊當翻譯志工 看到災區滿目瘡移 加上臺灣九二一大地震 土耳其搜救隊第一時間來臺救援 即便冒著餘症風險 沈瑞比決心投入救災 連土耳其妻子也打算加入行列 與哥哥一共三人 預計在災區停留一星期 面對災區心理識別的承受龐大壓力 強震發生當下還有臺灣留學生就在東部旅遊 行程被迫中斷 原定十四小時巴士車程 整整開了二十七小時 才回到首都沿路目睹 觸目驚心的重災區 災區畫面讓留學生直呼超慘烈 隨著全球搜救隊湧入需要大量翻譯人員 臺灣學生透露不排除加入志工行列 為救災盡一份心力 靜新聞許川許家瑞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